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8.6 Some Convergence Theorem 這個章節當然他在討論什麼? 他想討論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積分的問題 所以積分的時候 我們就要回到前面所討論 之前我們的積分只講Bounded on Bounded Function 或者是說 在上次我們講到積分的部分 是在指對N等義的時候 所以我們想要問的是 當我有一個 積分的 可積的 Sequence of Function 收斂 什麼時候 這個收斂會 preserve 他的積分 現在因為我們的積分本身包含 improper 所以我其實不太 care 我的 我討論就是 任意的 sequence of Function 他可積他收斂 對 OK 那他的積分性到底是怎麼樣 那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探討 就是當 那我們也不局限於一圍 我們 因為我們可記憶的函數 已經定義到高緯度去了 當我有一個這樣的 sequence 或者再加上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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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Fn 他收斂到F 那我們想問 什麼時候 這個收斂性呢 會保值他的積分 因為這個已經討論過 所以我在這邊簡略的寫一寫 什麼時候 他在A上的積分 會跟著收斂 他的積分 也就是這個收斂性 對積分具有封閉性 這是我們想探討的 好 在這個上 實際上呢 如果是uniformly convergence的時候 這件事情依舊會對 那我們想問 那pointwise的時候 如果這個收斂 他不是uniform 只是pointwise 那積分 這件事情會不會對 所以他為什麼講 some convergence theorem 就是在處理這個問題 那在這個處理問題是 在缺失uniform convergence之下 什麼時候這件事情依舊會對 OK 事實上在後來的數學裡 討論積分比討論微分來得多 所以對積分的性質 我們事實上 需要理解的更透徹 包含他不是uniformly convergence的時候 而現實上 你的實力上 他可能真的不是uniformly convergence 那我還是希望這件事情對 所以我們這邊呢 想要找的是 什麼時候 也就是我找的是他的充分條件 那不同的sequence 可能不同類別的sequence 他的收斂可能需要的充分條件 是不一樣 好 這時候 這是 好 這個地方 我們要討論的是他 然後在這個商界裡頭呢 因為時間的不夠 還有取材的問題 到現在討論這個問題 到高維度 事實上探討這個問題 都已經是有一點跨到 十遍函數去了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在這邊 他能用的工具也是有限 所以總而言之 我們只討論我們工具可用的 所以在這邊我們基本上討論的這個 這個逼近 OK 討論的類別 逼近的類別 事實上是molatone sequence 所以不是d真過來 就是d-過來的 但是這邊的收斂只是pointwise 所以我們討論的是 convergent moratone sequence of function 定義在一個n維度的a 好 那當然你這個a不能太壞 所以我們in particular 如果不要太壞 討論的話 我們考慮的a 是有value的 Anyway 我需要一個 技巧性的layma 那這個layma 在這裡 所以 處理的是這樣的函數 這是一個根本layma 所以處理的是最根本的函數 那他探討的是一個founded function on the set a 在這個地方 你需要探討這個積分性 所以呢 最好呢 你讓這個積分容易 它是容易積的 或者說容易正檢驗它的可積性 所以在這邊 我們要 我們假設這個value a 它是大於0的 也就是它有value 然後它的value 大於0 所以這是 他的 他處理的是根本類別函數 那因為是bunded 所以我在論述中 需要用到它的bund 所以我們假設這個bund 是f的bund 事實上是m 使得這個f的絕對值呢 會小於等於m 好 那我們現在探討的是積分 好 所以我們討 假設的是 在這個函數是integrable 那這個layma想講什麼呢 而是一個 技巧性的 處理我那個問題的時候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如果這個函數可積 那有些 這個定理漂亮的地方是 一般來講它可積 你未必知道它的積分是多少 但是你可以透過估計去大致上知道 這個積分它的估計值到底是多少 in particular that m 是有 m有bund的跟它的 它有value的時候 對吧 8.4講的 限制我知道這個積分值會介於 那個體積層上 m跟負m之間 所以這個只有在有value的時候 好 那sitch that 在這個地方呢 假設我可以做估計 估計的結果呢 是我發現這個函數有 有 它有下界 同時這個下界呢 大於0 也就是你在對它做估計的時候 找到一個非負的下界 在此我們要叫做alpha 好 那這個layma探討的是怎麼樣的性質呢 那如果你對它可估計 那你只可以知道這個集合1的大小 你可以知道這個集合1的大小 好 那這個集合1是一個怎麼樣的集合 它當然是定義裡頭的一個subset 那使得這個函數 它的這些點呢 它的取值會大於等於 這個積分除上兩倍的value of a 你考慮這個集合 也就是它的函數值呢 會大於這個數值的這些點所成的集合 這個 這個集合我把它叫做 叫做1 那這個layma說這個集合不會太小 你如何描述這個集合不會太小 在這個地方呢 它說了 用這樣的詞句來描述 它contains a finite union of interior non-overlaping rectangles 那重點是不會太小 所以of這個total value l呢會大於或等於α除上4m 這個集合它會包含一個集合 一個subset 那個subset是怎麼樣呢 那個subset本身是一個finite unit of subset 怎麼樣的sets呢 是一些rectangles 那這些rectangles呢 有個特別是你如果不看邊 因為我們現在的rektangle包邊的 如果你不看邊 那就是interior就是不看邊 它的內部不會互相的重疊 所以換句話說它頂多是邊碰在一起 也就是這個體積是實在的體積 不會重複計算 那個它重疊的部分 好 那 但是不見得一個 可能就好幾個疊在那裡 所以它有一個finite union的這個rectangles 最多體積在邊邊重複 那total value l會大於這個東西 好 那這是這個技巧性說的 我們來看看直觀上來講 它是對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有體積 所以有 我有 基本上你可以算它的平均值 所以它的平均值應該是 底層高 應該是它的體積除上它的底 它的底是value of a 這個值 這個值會比 因為它的基分大一大 所以基本上是 它的平均值大概會 它的平均值呢 基本上是這個數 它的平均值會大於這個數 然後你可以探討的是比它更小的數 那如果平均值代表的是 一般的點的取值 我並沒有說這個會存在有一個點 取值為它 只是這個 但是就幾何來講 它的平均值應該是這個值 這個值比這個值來大 1又比這個值來的小 對吧 所以換句話說呢 在a中事實上有絕大多數的點 會比這個數來的大 一般年齡是18歲 16歲的人多不多 絕對多嘛 對吧 所以比平均值 比平均值 那一般人是18歲 那20歲的人 比20歲的人 比20歲多的多不多 那我不知道 因為它已經超過平均了 所以可能少一點 但低於平均 那一定人數多一點 所以這個絕大多數的點呢 事實上在這個 會落 就這個值得會包含大部分的點 直觀上來講 所以它的體積不應該 不應該小 可是呢 一個集合不一定有體積嘛 就算它是bounded 也不見得有體積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它可能沒有體積 那我如何描述 說它不會太小 所以它用來的是 它包含了有一個 有體積的子積 它的體積不小 所以這個原因是 為什麼要這樣去 是不直接去說 它的體積不小呢 是因為它不見得有 有體積 所以它透過另外一個方式 輾轉說 它包含了有一個 有體積的集合 而那個集合的體積 我知道不會太小 它至少有這個數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個證明怎麼證 那因為呢 你看 我們現在處理的範疇函數 是bonded function unbounded set上 的可基函數 因此 我可以用upper sum 跟low sum 來逼近 我的積分 我的積分 對吧 好 這件事情在improper 已經fail了 因為它是透過limit 雖然每一個都可以用upper sum low sum來 可是它是upper sum low sum的極限 極限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用upper sum 跟low sum 來逼近 這個 這個積分 但在這個地方 我取upper sum 還是取low sum呢 你看它考慮的是函數 比它來的大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應該考慮的是 oppersound 還是low sum 那你應該考慮的是 low sum 因為大於等於 可以取inf 不能取sup 所以我們用low sum 來討論它 所以我們用low sum 所以底下呢 因為這個函數是bunded and the integrable on the bounded set a 所以對呢 這個是對我現在估計的 這個指教是四分之 alpha 那我會存在有一個partition 不夠了對吧 partition不是a的 是包a的一個長方形 所以我再補一下 所以令這個r呢 be a rectangle 在這個rn裡頭 such that 這個a它會包含在 這個r extension我就不寫了 你有這個 最主要是我要講partition的問題 那當然這次你要把f extended到這個r 好 所以我存在有一個 一個partition 叫做p呢 of這個r such that 因為你已經假設這個函數的積分是大於0的 在這裡假設了 所以0呢它會小於af f在a上的積分 然後呢 你要用的是low sum 所以它會比這個low sum 比p lfp呢 還來得小 對吧 小於一雄 好 這邊的一雄現在取成四分之 alpha 而這個值比 alpha來得大 是吧 是吧 alpha減它 會小於四分之 alpha 因為 alpha比這個數來得 小 小數減 對吧 小數減它一定比原來的大數減它來得 來得小 f大於alpha 所以這個imply呢 這個alpha減它 會跟著小 好 然後你把它一下地發現 你發現呢 這個imply 對這個partition它的low sum 有一個下界 四分之三alpha 好 那我們現在來估計 用這個 這個不等式 把這個1給估計 這個1的大小給估計出 好 所以我們來算Lft 然後你在這邊呢 你要算它 最主要是 你要看1有多大 好 那在這地方 所以因為你的目標 所以你讓 它分成蓋住1的 跟不蓋住1的 所以在這個s屬於p呢 使得這個s包含於1 好 那因為是low sum 所以msf乘上v of s 好 然後再加上呢 蓋不住1的 所以就是不包含於它 你把它分成兩類 好 你分成兩類 好 那在這個地方你要的部分 事實上是在這裡 那它到底有多少個 所以但不管怎麼樣 因為p是有限的長方形 所以這邊用出來蓋它的這些s 是有限的 所以它的總體積會有限 那我們把它的體積設為l 所以letl呢 be the total value 因為你要估它 所以你要 你必須知道這個 可以control它的這個體積 到底 長方形體1到底有多少 of這個lows rectangles s屬於這個p 但是such that 這個s會包含在1裡頭 好 從這邊你大概可以知道 這些長方形 事實上 就是這個lemma裡論述的 它包含的這些finite union of這個interior non-overlapping的rectangles of total value叫做l obvious 這些長方形的連擊會落在1裡頭 然後這個體積是l 所以你要去估 就是這個體積會是那個 會比它來的大 好 那我們怎麼估 它分成兩項 在你射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好 它的第一項 用它來比的時候怎麼樣 那因為呢 你要的是總體積對吧 這一項的總體積對吧 所以你要的事實上是value of這些 它在第一項的核裡頭 value of這些s的總和 所以 而呢 這個求和是它跟它在變 這一項會 因s的改變而改變 而事實上你要的人是 這個s的核 所以最 所以如果從這一項得到這一項的總和 那應該讓這一項為常數 就可以了 是吧 那它當然不會常數 但我可以考慮它的估計 然後m 對吧 然後我要用一個常數估它 然後這個是它的inf 對吧 你說f是bunded 所以這一項一定會 小於 然後呢 這時候牽涉到你這邊要 估大於還是小於 同我在講什麼 那這邊呢 我們會估它 小於 因為你已經有大於了 所以你只能 往下往這邊估 如果你又往這邊估 那這個赤子跟那個赤子用不出來 所以你這邊只能估它 也就是估L小於 估L小於等於 估L小於等於的時候 你就不能取-m 因為取-m是大於等於 所以在這地方呢 它因為要小於等於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會小於m 等我再跟你講 我這邊要把它放成常數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放-m 一個是放-m 取決於你要估 這邊是上界 還是估它的下界 而你的估值在這裡 所以你只能往上做 換句話說你估L的upper bound 估L upper bound的話 每一項只能變大 所以這項只能變大 如果你要用常數的時候 它必須變大 所以你這邊就放 這個東西它就會小於等於 這個全部都比它m來的小 所以m 而這邊的total上是L 所以就變成m乘L 所以可以拉出去 這邊的和在上面說我已經進來了 好 再加上這裡 在這個地方它每一項 它總有一個點不包含於它 對吧 那它的下界可不可固 可不可固 1裡頭的點是取直橫 大於或等於它 有一點不落在E 就是它的取直會 小於那個數 你取的是inf還是sup 取inf 你已經有一個點比它小 它的inf只能更小 對吧 所以這個也會 換句話說這一項會小於等於 alpha乘上兩倍的va 你會發現它小於它 兩倍的va 所以這個又可以搬出去 對吧 因為這下不管s怎麼動 就是小於這個 變成一個定數 你又可以搬出去 然後它的就變成呢 你剩下的就是它的total value 那它total value是多少 對吧 這兩個交集是空的 整個蓋住的是 整個蓋住的是 R 對吧 Oh my god 整個蓋住的是R 所以呢這邊會是Value of R 減掉L 在乘上這個值 好吧 好吧 好 好 所以合起來多少 所以合起來 就會變成 這個L可以 我可以 我那邊原來取多少 四分張畫房式嗎 四分張畫房式 它的low sum 好吧 好 你就把它算起來一下 這個東西會小於 等於 這兩個想加 所以是 M 減掉 α 的兩倍Va 的L 對 對啊 再加上 α Va 除 不是 α Vr 的兩倍Va 然後呢 它 它比它大 它比它大 所以 這一項 會大於 四分之三 α 所以 所以 四分之三α 會小於 或等於 M 減掉L的 2Va 的L 再 加上 α 的Va Vr 除上 兩倍的Va 好 你把這項移過去 我要解L 對吧 我要解L M 減掉 有沒有算錯 α除上兩倍Va 會大於等於 四分之α 四分之三α 減掉 好 然後 它會大於 你把分母變大 因為Va 的體積會比 Vr 的體積來的 小 所以減二分之α 然後這個值剛好就是 四分之α 我的Va 為什麼不見了 等一下等一下 Wait a minute 我的L 在 因為L 的原因 蛤 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 為什麼 我們把Va 變成 後面的電像越小 越來越減透 所以它會不會看 M L 加上 M L 加上 M L 加上 問題 這項 這項的確是這樣 喔 我這裡 我知道了啦 這個是我不要的項 重來一下 這項 這項是我不愛的 反正我要估大 把這項給這也給 去掉 免得我自己搞得很麻煩 對吧 我估出來是讓比它更精確 但是很醜 所以我把這項拋了 然後把這項拋移過去 然後把這項拋移過去 難怪我覺得我為什麼 我估出來的項這麼醜 好 所以M L 就比它大 對啊 等一下你捲越小越大喔 我又估錯了 受不了 好 所以它會大於等於 兩倍的VA乘上 這個α的VR 好 應該說 好吧 這個有一點點 只能顧A是長方形喔 因為A是長方 事實上也可以 可是 這個估計就有一點醜 因為VA如果是長方形 這兩項可以對照 這會變成四分之αL就對了 可是我也沒有辦法讓RB到A 不可能的 因為A的形狀是怪異的 是吧 但是它的確是有下界是事實 等我在講什麼 所以當VA是長方形的的時候 那這個值就 所以這寫 L它事實上會大於等於這個值 其實沒有問題 就是跟你講的 它比它大不行 這邊就是有一個 就是它會事實上是這樣 α的VR 側上兩倍的VA 它必須是這個值 但其實無所謂 在我們證明中 並不影響到這個值 那 就是這樣 這個R是一個取出來的一個長方形 所以你看 事實上它 什麼邊就是這樣 好 那我的定理正的事實上是 當A是一個長方形的時候 那這個L就會大於等於 4m分之α 不然的話就改成 用這個來取代 好 那我們的定理是什麼呢 定理呢 是the best of the tone conversion theorem 它是這樣敘述的 它是這樣敘述的 假設我有個Gn從A 包含在Rn 送到R 不夠α的確是可以拉出來的 是吧 我這個α的確是可以拉出來 對吧 好 這個 乾脆你把4m也拉出來 它只是大於某一個這樣的一個 數 後面改一下 我把那個m除過去 α拉出來 4也拉出來 好 就會變成是 3-dial va 除上 2倍的va 這個 這個 反正這是一個定數 這是一個定數 好 這是一個定數 這是一個定數 4-dial 2-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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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ial 1-dial 2-dial 這個數會大於它 怎麼樣 不對 四分之一拉出來是 所以是三倍的 VA 減掉兩倍的 VR 所以這邊會是三倍的 VA 減掉兩倍的 VR 所以在這裡 我正的比數上廣 數上它直接在 Interval 就沒有我這個問題 數上它直接定義在 0 跟 1 所以它就是一個長方形 就不會有我處理上的困難 因為這個定理本身可以在高緯度 同時 A 也未必是一定要 一定要那樣子 總而言之 好吧你就假設大不了你就假設 我的體積 你可以假設我的 我怎樣處理怎麼樣的 A 就是我可以走到一個長方形 使得這個數要大於 0 In particular A 是長方形就一定可以 總之你可以放弱 還是比原來的定理強就對了 懂我在講什麼 就算不能把所有的 A 不能把所有的這個數 這個意思是 VA 的 3 倍的 VA 減掉兩倍的 VR 我必須要這個數大於 0 如果這個數小於 0 那沒有意義 可是對你的那個長方形 你的 A 體積不要太壞的時候 這個基本上可以做得到 因為你有 3 倍減到 2 倍 Anyway 不管了 就這樣 W 你就把 A 設成長方形就是了 好 回來這裡呢 假設這個是一個 sequence 這個 這個 non-negative 這個 integrable function on the set A with 這個 value A 大於 0 其實我覺得我可以一開始 因為討論積分嘛 所以我可以一開始把 A 就用長方形來取代就可以了 因為你改成考慮 extendive function 你要的是它大於等於那個數 對吧 事實上不影響它在外面 等於 0 的狀況 依舊還是會落在 那個 A 裡頭 你在 R 裡頭 事實上就是在 A 裡頭 在 A 裡頭 是吧 是 那我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這個值 所以我這個值 我為什麼會有 VA 的值啊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是因為我要求上那個定理裡頭寫成 A E 對吧 那我就直接把它改成 V 改成 V V R 就好了 其實值更小 對吧 值更小 然後你那個體積實上會更大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沒有問題 應該這樣改 所以在那個 Lema 裡頭 應該在哪一個長方形出來 是吧 包住這個 A 然後把這個改成兩倍的 那個 V R 那那個證明就是 就是 Ava 頭上 是 A 對吧 因為你考慮 extended 它在外面事實上是 0 所以 事實上這個集合的值 並不會 這個集合有多大 事實上並不會影響 就是說 就是說你把它考慮 extended的時候 事實上沒有錯 所以 我知道 所以你那個定理 應該把它改成是 兩倍的 V R 我就不用這邊管這個 這玩意兒了 可以吧 懂我在講什麼嗎 可以 所以 把那個 Lema 改一下 改成兩倍的 V R 那我就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就不希望 這個 V N 是因為你要的那個數出來 所以 這個 原來的寫法也 也就對了 好 那你考慮 extended的時候 這個 取平均值實上就是 在 變成取長方形 就是說你 延拓出去實上 平均值是 Anyway就不管了 總而延就是這樣 好 那 V N 要大於 0 是要的 還沒有寫完喔 回來這裡 好 Suppose Suppose that 這個 這是一個 Momotone 遞卷函數 0小於等於 G N 加1小於等於 G N 然後呢 它會遞卷到0 對所有的 N 屬於大 N N 這一個 G N 呢 它 D 減收斂到0 在 A 好 這個系數實際上 我覺得這樣是太長 就是 G N 它實際上 D 減收斂到0 在 A 就是了 這是這句話的意思 則 Look back 剩了這樣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一個 non-lective 然後 D 減到0 的可積函數 然後那個積分的 VA 大於 0 的的時候 則呢 你可以證明呢 這個 它的積分 那因為這個 0 的積分是 0 它會證明這個積分會收斂到 0 那當然這也是 D 減收斂到 0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好 這就是 攝影師 繁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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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